我的父亲如果还活在世上 他在上个星期应该会度过他的86岁生日 但他已在七年前因着心脏的问题去世了 我有位朋友的父亲在几天前也因心脏的问题离世 因此这几天死亡的这个课题就在我心中出现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喜欢谈到有关死亡的事 因为死亡往往带给人的就是悲伤、难过或惧怕的心 可是死亡对信徒来说却是无法避免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神的儿女都会知道 死亡只是将人永远的本生命与他的肉身分开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面对的 我在今天的分享就想与各位讨论有关死亡的事 请问你有没有听过人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呢 就是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 这么年轻就死了 真是太可怜、太可惜了 不认识上帝的人或许还会加上一句 神真是太不公平了 其实这句话本身告诉了我们 一般的人所拥有的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就是 那些所谓的好人不应该那么早去世 因为许多人会认为 人做好事就应该得到好报 这包括长寿 一般人所拥有的第二个观念就是 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世 是非常可惜或可怜的 因为他还未经历过许多美好的事件或人生阶段 那么信徒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观念呢? 首先我们来说这做好事得好报的观念 也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 有些信徒会认为 基督信仰是不应该有因果报应这观念的 但其实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 人做了某一些的事情 就必定要面对一些的后果 例如神告诉亚当 你吃的日子必定是 所以亚当夏娃吃了那分辨善而树散的果子之后 就必定要面对后果 另外那些不听信挪亚进入方舟的人 也都因他们的不幸而死了 大卫君王犯罪后 也需要面对那罪所带来的后果 即使真耶稣11章18节也告诉我们 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 这两句的经文似乎在教导我们 人会因不同的行为得到不同的结果 话虽如此 我们要更深地来认识圣经的经义 虽然人做了什么事情后要面对后果 但是基督信仰所强调的不是那结果 而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 如果神只一味地强调因果报应 那么今日就不会有人能够在神面前 占领得住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另一方面 如果以人的角度来说 亚伯并没有做错过什么事 可是他不也遭到被自己的弟兄 该引杀害的结果吗 别忘了 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 结果他却是被人诬赖 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第二 说到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世界 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惜 那么主耶稣在33岁就死了 难道主也算是可怜可惜的吗 当然不是 因为主耶稣的离世 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最好的一个消息 且是最好的一件事 如果主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来承担我们的罪 我们都无法得救了 所以重要的并不是 主耶稣是在什么年龄离开世界 而是他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完成天父要他完成的事 同样的 人什么离开世界并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乃是他活着的时候 认不认识上帝 有没有常与神同在 有没有遵行神所吩咐他做的事呢 传道书三章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这里讲到有定期 有定时 除了能够掌权一切 超越时空的神之外 有谁能够定期 定时呢 因此我们先要认定 一个人的出生 一个人的离世 绝对不是偶然的事 说到底 当人还有一口气息存在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寻求和顺从 神的旨意来生活的 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无论长或短都是最好 其实有永远价值的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说到底 信徒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死亡 死亡对信徒来说 不是结束 乃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离世的日子 就是我们能够与基督同在的日子 但话说回来 当我们身旁有一个人离世的时候 我们总还是会悲伤 难过哀哭的 罗马书也叫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 人都会因亲人的离世而伤痛 因为人是有感情 人是会念旧 也是会舍不得的 因此为了叫我们在灵里面 能够永远与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迫切地为那些 还未认识上帝的家人 所爱的人来祷告 盼望感动我们认识上帝的灵 同样地在我们身旁 那些还未认识上帝之人的心中动工 让他们也早日能够认识 创造他们 赐生命给他们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上帝 但愿这成为我们天天的祷告 也成为我们一生最关注的事 如果你刚好也因失去所爱的人 而还处在伤痛的期间 愿神大大的安慰你 扶持你 帮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